咖标真上期视频我们拍了陆家嘴咖啡节 我们跑了几十个展台 采访了几十个摊位的摊主 其实本来我也是预设了一个环节 要采访下我自己的 因为今年我们也有一个展台 我也算是一个摊主 但是我真的是给忙得忘记这个事情了 可能是因为上年纪了 这几天刚缓过来 5天咖啡节下来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有不少人特意过来线下面机的 今年的咖啡节 我们的摊位到底怎么样 现场的咖啡什么卖的好 几天下来卖了多少杯咖啡 多少的咖啡豆或者是挂饵 到底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聊 这次咖啡节从筹备到结束的整个过程 这是我们第一次带着我们自己的咖啡品牌 参加这次咖啡节 我们的品牌可能是整个陆架醉咖啡节最年轻的 从去年的10月份上线发布第一款拼配的咖啡豆 到现在也只有4个多月 这次咖啡节我们所在的分会场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场地 而且跟主会场它是完全分开的两个场地 离得还挺远的 这也导致了有很多人找到我们展位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在主会场绕了一圈又一圈绕一圈又一圈 找不到我们的展位 后来才查到原来分会场和主会场不在一个地方 甚至还有一个小伙伴跑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了我们 在这里真的是感动加感谢 感谢你们的线下面积 因为主会场的展位基本上都是在2022年就确定好了 而我们则是在开展前的一个月才决定去参加的 所以说我们分会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一个很紧凑的时间里面做准备的 比如牛子的购物单 我们设计就用了接近的一周 生产大概在20天 时间就刚好卡在这一个月里 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也同时做了各种各样的咖啡的周边 咖啡勺 咖啡的杯垫 手机支架 还有周边海报等等 这些东西也都花了不少时间 另外在开展前的两周我就做了非常详细的表格 根据咖啡节我们售卖的咖啡 准备所有的要用到的器具设备 原材料物料 大道咖啡机 展台砧板 小到一个勺子 抹布等等这些 并且在开展前的一周 你就把所有要用到的原物料采购好 统一的贵纳起来 确保在开展前不会缺少必要的材料 我们展台卖的咖啡菜单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就做了一款开心果 Dirty 名字叫真的开心 以及另外两款经典的咖啡 Fly White和美式 就只有简简单单的这么三款咖啡 从操作步骤和制作速度上来说 都会相对比较快 因为我们用的是单头的咖啡机 所以说我们会尽可能的考虑到一款 制作起来没有那么繁琐的步骤的菜单 同时也会有一些记忆点 于是真的开心这款Dirty就成了我们展位的一个主打款 Fly White和美式算是一个辅助性质的基本款咖啡 真的开心我们的定价是在30块钱 Fly White是25 美式20 那咖啡都在现场我们是卖40块钱一包 卦咖啡呢是60 那另外现场我们买两包咖啡就汇送这个袋子 杯垫 手机支架 海报等等 所以说呢 这几天里边我们在分会场啊 牛子的这个购物态出镜率还是挺高的 那这三天下来我们大致统计了一下 一共卖了500到600杯的咖啡的饮料 那其中真的开心卖了250杯到300杯 Fly White和美式加起来大约也有300杯 那另外呢我们带去的咖啡豆卖了250包 卦尔咖啡呢卖了166盒 三天下来我们的营业额大致是在35,000左右 那这些基本上就是三天下来的总体的销售 那其实比我预想的还要好很多 因为刚开始预想的分会场没有这么多的人 结果呢没想到在周末的两天分会场的人流量也是比较多的 可能是因为主会场限流也有不少人去不了 所以说呢他们就直接从主会上来到了分会场这边 结果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啊 我们带去的500个冰咖啡杯 全用完了热杯也用了一大半 牛奶冰块水全都用空了 真的是淡尽凉绝 最后呢非常非常的感谢 第一次我们摆摊就来线下 我们面积的小伙伴 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努力 咖啡节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才有一点时间休息一下 今年的计划呢是在我们人力充沛的情况下 我们会带着牛子多参加一些现象的咖啡节 那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 能够直接跟大家面对面的互动 那沟通聊天 我们聊一聊咖啡 最后 Coffees are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